大家好,我是王尔哈 今天带来的电影讲述了黑客帝国里的基鲁里维斯 化成成外星人要毁灭全人类的故事 我们的女主詹妮是一位大学老师 专门研究外太空生物 这天她下课后,被成群的警察围了起来 带走了她和她的继子小黑 原来就在不久前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检测到一个不明球体向地球撞来 无论政府用什么手段 包括导弹之类的热武器 都无法改变光球的轨道 面对这个飞快接近地球的发光球体 交集的政府只能找来研究外太空顶级的专家们 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但是在场的科学家都明白 这种速度与地球相撞 人类肯定就灭亡了 坐在这儿一起唠嗑根本不起作用 就在大家要唱一首凉凉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这个发光的球体在接近地球的时候 突然有意识地主动降低了速度 并缓缓地降落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中 面对这个不请自来的外太空物体 整个军队和专家们都紧张地行动了起来 在无数人的包围下 一个外星生物和巨大机器人缓缓地走了下来 作为交流官的詹黎刚要上权握手 不知道哪位没吃药的警察 由于太紧张而导致枪走火了 在打中外星人的一刹那 巨大的机器人暴走了 一瞪眼 所有在场的武器立马就报废了 而就在他准备大杀四方的时候 濒临死亡的外星人给出了停止的信号 这帮专家这一看 那你可不能死啊 于是众人在慌乱中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准备先将外星人救起来 之后再关押审问 不知道如何下手的医生们 只能不停地用刀切开外星人的生物表皮 最终人类意外地发现 这个外星人有两层皮肤 在把外面的皮囊剥开后 露出了一个完整的人形 在一段时间的敬仰之后 外星人大佬也露出了人类的外貌 令人惊讶的是 他可以和人类正常地交流 并且告诉詹妮他叫做克拉图 最为关键的是 他真的太帅了 帅到无法直视 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菲姐出场了 气势汹汹地问拉图 他来地球有何目的 但是高冷的拉图说 地球又不是你们的 必须要所有国家的人到场 我才可以说 这位死菲姐眼看要将收获和其他国家分享 立马扭头转身 并下令注射镇定剂和药物 决定要强行逼供 让他说出真相 哎 平日里管天管地 这还想管外星人 等一下这个愚蠢的决定 将会害死无数人 就在拉图即将被害时 詹妮将药物换成了生理原水 逃过一劫的外星大佬 趁机跑了出来 但是由于自己伤口未愈合 行动不便 拉图还是找到詹妮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于是女主驾着车 带着外星人来到金拱门 在这里 克拉图和一位潜伏多年的伙伴碰面 这位老伙计告诉男主 人类这种生物傲慢无礼 并不断地破坏地球 为了保护这颗星球 还是将人类灭了吧 未来乍到的克拉 听了老前辈的意见 在下达毁灭命令后 地球上升起了无数潜伏的光球 这些光球宛如诺亚方舟一样 载着地球上各种的生物 逃离了这里 另一边被关押的机器人 就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这个机器人在获得命令后 开始自行分解 幻化成了无数 可以自我分裂的龟机昆虫 这种龟机昆虫 可以分解一切 甚至是最坚硬的钻石 他们不仅轻松分解了人类 而且还打算破坏 地球上人类建造的一切东西 企图还原地球生态 着急的肥杰 眼看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了 只能找到詹琳 希望他可以和克拉 好好的谈谈 呵呵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时还和克拉 待在一起的继子小黑 带着克拉来到了战场上 牺牲的父亲坟前 他希望这个外星人 可以救活自己的父亲 但即使是无所不能的外星人 也不能复活生物 此时赶来的詹琳和小黑 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缅怀着自己的爱人和丈夫 正是这个场面 让克拉意识到 人类似乎没有那么坏 高冷的他 也被人类的感情所动摇 为了能关闭 此时的人类毁灭程序 一行人只能驾车 向着中央公园的光球开去 但是此时的龟机虫 已经席卷了半个纽约 更有虫钻进了詹妮和小黑的体内 企图分解他们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克拉救下了小黑 并且赶到了中央公园 亲手关掉了人类毁灭程序 这场企图毁灭人类的可怕入侵 终于结束了 但是就在临走前 克拉还是给人类一次狠狠的教训 他控制龟机虫 破坏了人类所有的电子设备 一切的一切 此时都变成了破铜烂铁 人类再次回到了冷兵器时代 故事在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整部电影我就纳闷了 你说光球带走地球生物 保护物种我能理解 但是从长城和金字塔 能带走啥生物啊 那上面有啥珍惜物种啊 想不明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观众老爷们点个关注 每天送上一部好电影 我是王尔哈 我们明天再见